标题是以观众的身份,描述其中一场比赛的情形。 文章内容,今天是一场引人入胜的比赛,我作为一名观众,来到球场上观看精彩的比赛。 比赛的场地气氛热烈,人群熙熙攘攘,为着自己心爱的球队欢呼加油。 一开始,球场充斥着紧张的氛围。 球队们在场上奔跑如飞,展现出精湛的球技和默契的配合。 球场上的观众们几乎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比赛,期待着每一个精彩的瞬间。 球员们在球场上奋力拼搏,他们以高昂的士气和不屈的精神,展现出了真正的球技。 比赛的过程中,球队们时而进攻,时而防守,场上形势瞬息万变。 球场上的观众们,情绪也随着比赛的变化而起伏。 当我们看到我们心爱的球队进攻时,我们兴奋地鼓掌喝彩,为他们加油打气。 而当对方球队得分时,我们也不禁叹口气,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迅速反击。 整个球场上充满了观众的欢呼声和掌声,形成了一片热闹的场面。 比赛进入到最后关键的阶段,双方球队都使出浑身解数,争夺每一分。 观众们的情绪也达到了高潮,我们站在座位上,紧张地盯着场上的每一个动作。 此时,球场上的气氛变得紧凑而紧张,每一个传球,每一个射门都引起观众们的热烈喝彩。 我们为球队的每一个进球欢呼,为他们的每一次防守喝彩。 在比赛的最后几分钟,球场上的掌声和欢呼声达到了高潮,仿佛整个球场都在为胜利加油。 最终,比赛以一场惊险的结果结束。 我们的球队赢得了比赛,球场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和掌声。 观众们为球队的胜利感到骄傲和兴奋,我们相互拥抱,分享着这份喜悦。 这场比赛不仅展现了球员们的实力和拼劲,也凝聚了观众们的热情和支持。 作为一名观众,这场比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我在球场上感受到了比赛的激情和紧张,也体会到了团队合作和努力拼搏的重要性。 这场比赛让我更加热爱体育运动,也让我明白到集体的力量是无可比拟的。 这场比赛结束后,我们离开球场,带着满心的欢愉和回忆回家。 我心里充满了对这支球队的喜爱和尊敬,他们的奋斗精神和团队合作让我深受启发。 作为观众,我深深感受到了比赛的魅力和激情。 在这个过程中,我与其他观众们一同分享了喜怒哀乐,彼此间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联系。 这种共同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了团结和凝聚力的力量,我们成为了一个大家庭,共同支持着我们心爱的球队。 这场比赛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场娱乐活动,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。 我从中学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,也体会到了勇气和毅力的价值。 这场比赛让我对运动产生了更深的热爱,我决心在自己的生活中更加积极地参与体育运动,并且永远支持着我喜爱的球队。 总结来说,作为一名观众,在这场比赛中我感受到了比赛的刺激和激情。 我与其他观众们一同分享了喜怒哀乐,并且为球队的胜利感到骄傲和兴奋。 这场比赛让我明白到运动的力量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,也让我对运动产生了更深的热爱。 我将永远支持着我喜爱的球队,并且期待着下一场精彩的比赛。